好 英國新任首相特拉斯推出減稅計畫 不過近期英鎊匯率大幅貶值 債市面臨拋售潮 英國央行為了避免發生金融危機 緊急出手干預市場 我們請教動畫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陳松信教授 你怎麼觀察特拉斯的政策是出了什麼問題 而今晚會就統計金融業對英國的 暴險多達1.5兆 英國市場的動盪會對臺灣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請教您看法 我們先來談一下 就是說這位新任的首相跟他的財政大臣 那麼在就任才三個禮拜提出來 他所謂的迷你的預算 那這個budget裡面 他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說 那個推翻全政府本來是希望能夠加稅 那他希望可以減稅 這是一點 第二個當然他也推出來所謂的 這個stamp duty 就是印花稅的問題 然後對於這個每一個家庭裡面 他的這種我們講那個電力的支出 電費支出設一個限制在 那他基本上的考慮是說希望能夠 刺激投資刺激經濟的發展 然後保障這些的對小老百姓的話 是保障他的一些電力的支出的一些負擔 不過問題是說當目前的環境是一個通貨膨脹壓力非常大 事實上有人在預測是說十月份英國的通貨膨脹一定是兩位數 而且是可能到13%左右 那當然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他的通貨膨脹力確實很高 因此這個英格蘭銀行 他目前的想法本來就是說希望能夠升息 然後來壓抑這個通貨膨脹 所以說這一種想要壓抑通貨膨脹的努力 在你同時推出這種刺激景氣的財政政策之後 其實等於就是沒有效了 那因此對於市場來講就是說 請問一下首相你到底想幹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不清楚你到底在做什麼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你還在繼續刺激政策的話 是不是更要加劇那個英國的通貨膨脹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市場就會議期是說 那麼英格蘭銀行可能未來升息的幅度要更大 那麻煩的就是說 英國的這種債券市場裡面 他的債券很多都是機構法人在買 像保險業像金融業都有 那如果說是我們都在議期 這個英格蘭銀行必須要大幅度的升息的話 那這些的這個英國的國債 他的殖利率就受到的打擊 那變成是說很可能造成是上上面 至少都有相當大的損失 所以目前市場實際上是感到非常的困惑 到底你想要帶英國到哪裡去 而英國的這個金融市場又特別的重要 因為不僅僅是這個英國的這個投資機構 退休基金買了很多的這些債券 實際上全球很多的法人也都有買 所以如果他處理的不當的話 可以是一個金融危機 一個英量一個金融危機出來 所以我們目前看到不管是這個投房也好 甚至說今天在這個國際貨幣基金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他們也提出來這直接點名英國的這個政策 實際上是有相當的爭議性 那可見的這個英國的這個債券市場 如果萬一受到這一種大幅度升息的影響 導致於這個退休金還有其他的這個機構法人 所持有的部位受到大的衝擊的話 那這個影響可就非常大 那台灣剛好是屬於是說 我們很多的這個金融的法人機構 那麼是實際上在這個英國有相當沉重的參與 包括持有可能英國的這個債券 如果是這樣的發展下去的話 當然我們也會受到一個衝擊 所以說因為看到這個整個職利利市場的迅速的變化 在首相提出這個迷你budget之後 那麼英格蘭銀行被迫 那麼等於是開個倒車宣佈 他本來是說他是要這個開始賣出來 手上所持有的債券 那現在是被迫說我要進去再去買 當然第一個階段先宣佈的是說 一個金額 那現在又暗示說他可以無限制的購買 主要就是要穩定 那確實 那麼在這個班尼英格蘭 他宣佈了這個進去購買債券之後 那麼職利利確實有反彈回來 問題是說我們市場還是很懷疑 說這個英格蘭銀行到底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那特別是說這個首相本身也好 他的財政大臣本身也好 似乎完全沒有想法說要去更改他們目前所宣佈的這個政策 所以目前我們都還在關注這些問題的一個發展